来不说废话 一分钟咱们把这三个单词全部搞定 长相一样 但是拼写有点不一样 来从拼读上和发音上 咱们要注意啊 第一个读作 Explore Explore 美音会来个卷舌读作 Explore 然后第二个读作 Explode Explode 第三个是 Exploid Exploid 来说 Explore作为动词叫探索和探究 举例说明我们要探索这个古堡怎么说 We are going to explore the old castle Explore the old castle 探索这个城堡 而Explode有爆炸 什么东西炸开了 所以说刚才要探索 这叫爆炸 来看 错误的操作可能导致电池爆炸 怎么说 Wrown operation can cause the battery to explode 错误的什么操作可能会导致 电池Explode 动词叫爆炸 那么咱们在翻译的时候 这个爆炸还可以翻成另外一种比较哑观的感觉 例如 每样东西都在等待 像圣诞节一样绽放这句话 你看 Everything is waiting to explode like Christmas 也就是说每个事情都要爆炸的 就像圣诞节一样 同学们 那怎么翻译呢 翻译成 翻译成什么呢 绽放 绽放 你看绽放的过程 咔开的过程吗 是不是 好 记住 这个叫爆炸绽放 那么Explode Explode 叫开发利用 你必须利用一切时光学英语 是我告诉同学们的 You must exploit all your spare time to learn English Spare time 叫空闲时间 他们决定开发这里的自然资源 They have decided to exploit the natural resources here 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 至此来跟我再读一遍 Explode 探索 Explode 爆炸 Explode 开发利用 学费的请打 68 是吧